都一樣 第一個先把素材準備好 第二個的話 開啟我們的這個Dreamweaver的 主程式 然後呢 把它放進來 把它連結進來 連結的方式的話就是 還記得吧 新增網站 新增網站裡面的話 我們就是106的App 名稱 是這個 瀏覽的話去找到桌面上 找到桌面上我們放一個106App 的資料夾的按選取 所以也就是說 名字 跟資料夾 名稱盡量一樣 一樣的話比較不會有混亂 OK那按一個儲存 儲存之後的話呢你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有沒有這個時候呢 你們的在 這個右手邊這邊就會有一個 你的網站名稱 裡面的資料也會出來 那只是說現在還沒有首頁所以我們要增加一個首頁 其實那個首頁就是我們App裡面的 那個那個頁面 那那個頁面要怎麼產生呢首先的話一樣 再來第 網站建立 一樣嘛跟前面 部分那再來的話就是 開心檔案 開心檔案裡面的話 記得哪個地方呢 記得哪個地方呢 文件類型 選哪個呢 HTML5這個 OK按一個建立 那建立之後的話 就直接把它儲存 把它直接存檔 存檔名稱的話呢我想就是叫做什麼呢 index 點HTML OK好按一個儲存 這樣的話就產生我們的首頁了 OK那我們架構就做出來 那再來打開來之後啊就可以一頁一頁做了 一頁一頁做就可以把它秀出來 那只是說呢 在 做這個網站之前 新增網站 新增一個網頁 然後呢 請你把它改成什麼 傳統 對不對 因為這個比較 它的那個工具列會在上面 比較好找 不然的話你還要再到處去找 找不到 所以記得 把它改成傳統的 然後並且把它改成什麼 分割 分割兩邊 這樣看會因為反正手機也是長 長條的 所以左邊右邊這樣看也會比較清楚 那另外你程式碼也比較知道說哪個 慢慢你要習慣 有些錯誤 可能會直接在程式碼裡面就可以看得到 OK 所以 剛剛總共有幾個動作 第一個 網站 新增網站 第二個的話呢 開心檔案 第三個呢 把它改成傳統的 第四個呢 把它 改成分割的 那我們在這個地方分割就可以利用 JQuery Mobile 去插入頁面 總共插入 五個頁面 然後分別把它做出來 OK 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好 好 所以請 cuz 不 diferentes 好 感谢观看